台中灯会灯王出炉后里森林园区展至二十三分之二 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全国花灯竞赛吸引598件作品参赛 经连续两天从整体效果、造型、色彩、创意、灯光及技巧等各面向评审 选出五组灯王 其中台中监狱蝉联机关团体组灯王教育局今8日表示 各组作品已在后里森林园区展出 展期即日起至2月23日 教育局表示 亲子祖灯王由台中市丰田国小森林蜜枝音乐获得 其创作理念在森林深处正躲着一群小动物们 密谋着要在森林举办一场热闹音乐饗宴 在花历鼠DJ带领下森林里的小昆虫齐声合唱 瓢虫及敲行虫也手舞足道 一场音乐饗宴在较亮的月光下 欢欣鼓舞热闹开演 作品装置细致用心 并搭配音乐结合声光效果 活泼有趣 国中祖灯王是台中市光荣 国中复仇者联盟X拯救地球海洋生态 其创作理念面对地球暖化 环境污染 生物灭绝 拯救家园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 借复仇者联盟抵御外敌的精神意向为创作发想 表达我们也可以组成复仇者联盟 拯救地球海洋生态捍卫家园 作品结合知名图像吸睛 加上色彩鲜明 灯光搭衬 画面活泼生动 洋溢青春活力 让环保观念深入人心 高中直组灯王台南市光华高中 几乎年年组队参加全国花灯竞赛 数次荣获佳鸡 这次制作的喜从天降 以喜气洋洋的迎亲队伍为构思主题 再度得到灯王的荣耀 大专社会组灯王由台中市人美国小银花万促银金属荣获 作品以飞鼠带着财神爷和妈祖飞高高作为花灯设计的主角 象征新的一年国泰民安 金玉满堂 并融入鼠年异象及台中歌剧院大甲妈祖的在地元素 且花灯底座以云朵架高 深具视觉效果 竞争最激烈的机关团体组灯王 再度由法务部矫正属台中监狱获得 凤凰展翅平安道 牡丹盛开吉祥来作品 以祥瑞的凤凰为主角 祈福美丽的宝岛 如凤凰展翅扶摇之上 平步青云 且美丽宝岛孕育出缤纷的牡丹 展现蓬勃生命力 花灯精致的做工与创意 令人惊叹 教育局表示 全国花灯竞赛得奖名单已公布于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资讯网及全国花灯竞赛网 2月22日于后里区后纵高中颁奖 不用抽不用抢 现在用App看新闻保证天天中奖点我下载App看我看活动办法